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硬派Q&A 第27集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聊什麼呢 是聊一個新手 甚至於是老手都常常犯的一個錯誤 為什麼我在沖煮過程中好像 越到後面我容易苦澀味 或是口感容易太過於厚重 可能這原本不是我所預期的 那學長就要跟大家聊一個 大家常常會發生的現象 就是關於你的給水 非常常越給越小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的手中壺大家都知道 手中壺的水位越高 我在同樣的角度的情況之下 同樣的傾角 它的水會比較大一點點 因為它的水壓力比較大 那當我的水一直往下走 一直給一直給 比如說給了200cc掉了 我剩下我還要再給100cc 我的水位整個往下降的時候 那當然它的水壓力 湖裡面的水壓力就降低了 所以我給水出來的水 水柱可能就會變小 但是呢你可能沒有注意到 你是忙著看磅秤啊 或是你忙著看粉面 你就可能沒有注意到你的水 那如果你的水越給越小 你的流速呢 也會相對來說越變越慢 那你的風味就很容易萃取到 比較厚段的部分 就是body比較多啊 甚至於萃取出苦澀味 所以這就是一個新手很常發生錯誤 尤其是越小的湖 譬如說是500cc以下 甚至還有人用300-400cc的湖 越小的湖這個跡象會越嚴重 因為呢它的水壓變化會越顯著 它的水位高低會 因為湖很小 一下子就水壓力不足了 就導致你的給水變得非常的小 所以呢 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呢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呢就是 你還是要給比你目標的cc數 稍微多一點的水 譬如說我今天目標要送300cc 你至少給個400cc的水在湖裡面 或是甚至於500cc的水 你這樣子給的話 你的水壓力的變化不會那麼的大 比較不會面臨到了 會要給完的時候 你的水力完全不足的現象 這是第一個就是水稍微補多一點點 第二個就是 你要有意識的去觀察一下 你的給水的水柱大小 你在給的時候 好尤其是 給到中段 譬如說我目標300cc 譬如說你給到150的時候呢 你還是要認真的看一下你的水柱 欸我水柱是不是有一點變小了 有變小的話呢 你要把你的傾角再往前多一點點 讓我的水柱變大 那這個動作呢是 在充足過程之中 是必須不斷的調整的 但是也沒有那麼嚴重啦 其實大概 你要認真觀察的話 可能會有一兩次需要把傾角放大 傾角放大一點點 把你的水力補到跟剛開始設定的 差不多的情況之下呢 這樣子會比較準一點點 那如果各位在充足過程之中 常常發生 越到後面呢 你的流速越慢 你的苦澀會越重的現象的話呢 可以回去觀察一下 或者是請你的家人 或是你自己架個腳架 自己來錄一下你的給水 你其實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你的水是不是越給越小了 那今天的Impact Q&A 就收到這個位置囉 任何問題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下次見 掰掰